很多植物,长长一段时间后,叶子就会歪下,做形不美观,臭根植物经常出现这种情况,一旦光照不足,突长了,叶子就会歪下,不好看怎么办? 在花盆一圈,插入二至三根筷子,把刮长的植物,用绳子或细条丝劝起来,然后固定在筷子座位,这样就不会限制它没得伸张,含有助于矫正族性。 就筷子相当一根筷子,把它插在花盆中,能有效地帮助花油,判断胶水的事件,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了盲目的胶水,而导致的根腹,烂根的现象。 在花盆中,插入一根筷子,随时拔出来用手搓沫,插入的部分,就能真确地判断,喷脱的干湿度,从而确定要不要胶水,这样就可以帮助你,实现喷得真确的胶水。 我们家里的杯汤,也可以用来浇化,可以促进筷子生长,也可以为花提供大量的营养,对促进质干的发育,开花,有很好的作用。 我们在容器中,加入适量的杯汤,倒入温水融化,然后再加入50倍的水。